大家好,我是Randy 温哥华新去世地产公司的经济 Banzini Team 今天我们去看一个Open House 是我们团队在Bernabe 东边18街上的一个两房的高层 公寓,现在就出发 这条街 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小区 这个是街上 我们就停在这个,这个区不错 对面周围都是有大楼 这个也是有差不多10年左右的楼 小区都在发展 今天的Open House还是蛮多的 好,我们继续往下 这个区呢,从这边 开车去 就是这个社区 去那个 丽津广场 丽津广场就是比较 有名的中国人多的地方 购物很方便 也同时 但是Maitre Town 铁道阵也在那边 开车10分钟 这个就是今天的 8分号市的经济 团队经济 我们是班生里团队 这个是Toni Toni窑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 我们同事 这个楼呢,我们先来 展示一下 很高 哇 水泥建筑 高生水泥建筑 好,我们 从这边进入大厅 这边呢,这边是Parking Parking是从这边过去 花园 不错 我们现在展示一下这个 座位 现在是我们进入这个 Toni 进入25楼 那我们就 看一下 这是在25楼 一共有三个电梯 这个楼真的是 通常呢,只有 两个电梯 像这样的高楼 所以说呢,有三个电梯还是不错 25 好 那今天这个 他这个电梯绑上这个布呢 是因为有搬家的 这是 2507 谢谢 Toni 你好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这个房子呢 现在是在阳台外面 这个小区呢,确实不错 周围呢,也是有些 其他的高楼 这个小区 离 历经广场 和 的南边 等一下我们会在每个房间再 拍一些视频 给大家有个感觉 好 一会儿继续 这边呢,是个两房 这边这个是一个 其中一个客厅 非常景色 很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们看到的是那个飞沙河的那个桥 这个小区非常好 正在发展 底下是这些都是townhouse 然后离地铁站也不远 这边呢,是 阳台 我们先到阳台来看一下 非常好 这个view是什么 对面能看到broke mountain 今天是因为有点云了 看的 那我们继续回到里头继续 这边的是客厅 这个厨房 大理石的 这个 工作厨房工作台 然后 冰箱是 这个冰箱还是我们 中国的品牌 海耳 非常 完全 算开门 有点硬 然后这个炉子是 美气 强烈抽风机 那这边是洗衣的 洗衣房 上下跌成 上下跌成 这是其中的一个 浴室 它是两 两方两位 大理石的 面 这边有一个 小的 写字台 我们再沿着这个客厅走 一下 这边是壁炉 然后是大屏幕电视 现在我们往这边 进到 主卧 master room 这等于是walk in 那个closet 大屏幕电视 在这个角落看一下 这边的是朝北了 Bork Mountain 不是Bork Mountain 是Bornby Mountain Mountain 然后对面是北温的Mountain 非常漂亮 景色很好 我们来看看对面这个 现在这几年 建的楼越来越多 这边是主卧的一个 他主人在这儿放了一个 鞋子台 这是主卧的 浴室 有浴缸 和淋浴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